把习惯用手指先在面中平铺 然后再用粉画铺开 像布加鲜金 它这个妆容就是一定要讲究干净嘛 所以这个眉毛 我咱们画的稍微细一点点 眉型呢 还是按照自己原来的眉毛 然后慢慢做前冲 就这方面咱们不讲究无关力 主要就是面部的一个流畅度 眼妆方面其实可以不用画 如果你非要画的话 就一定要选择这种仰光的 选一个最浅的颜色 淡淡的温柔的感觉 慢慢去浴染 我就是有点浓 大家记得颜色要淡一些 如果想放大眼睛的话 就在眼眼下只做一点加法 带用这个最深的颜色 在我们的内眼线这个地方 做一个叠加 还是眼眼下只稍微带过一点点 这种就是一定要淡细 我觉得今天这个眼睛很好看 后面就是睫毛三件套 就简单带过了 最后腮孔的话 选一个同色系的 在面中做一个团状的 去带过一下颜骨 颜色可以稍微淡一点点 然后再选一个偏奶茶 裸掉的这种镜面唇就行了 我现在继续然后再选一个颜色 然后再选一个颜色